9折馬表 如果要改 你就按照我剛剛講的那個 總共三個點 然後按照步驟 你就可以把4回圈改成 這個壞回圈 總共三個地方 第一個什麼呢 比如說我們先改forj好了 那第一個呢 你可以看到這邊 range裡面有三個數 其實理論上我剛剛講過 這邊應該也會有個step 只是這個我沒有打 那你就按照range裡面的 一二三 來就完成 第一個的話呢 就是它的初始值 那初始的話呢 基本上就是for for後面這個 這個變數名稱 等於1 因為這邊等於1的話 那這邊 那第二步的話呢 就是第二個這個 那就是把for回圈 Ctrl-1好了 把它註解 就前面加緊字 改成什麼呢 改成file 那file的話呢 就是當什麼情況下 它會進入到回圈 就是當這個j裡面的值 它是小於10的狀況下 OK 它如果小於10 它就進到底下 來幫我輸出 那因為那個j j預設值等於1嘛 所以它 邏輯判斷 那當然為true 那可是到什麼時候會跳離呢 記得哦 這個後面一定要加上j 等於j加1 讓它變成2 不然的話呢 它如果沒有變成2 它會變無窮回圈 好那基本上我們就改完了 1 2 3 3個地方 那改完之後的話 把它執起 你會發現 結果哦 跟之前用for回圈的結果 應該會是一模一樣的 完全沒有問題 就三個地方而已啦 那可以知道那個規則吧 所以以後不管 你是用for回圈要 所以你要把它改壞回圈 也沒有問題 那只是說的話 因為我發現有些人 他可能也不管for回圈 或者壞回圈 他就只用壞回圈 很多人呢 城市沒有for回圈的 哪怕那個地方適合用for回圈 他就是也是不要用for 因為他可能覺得 要記兩個回圈太麻煩了 所以但是問題來了 那個地方 比較適合用for回圈 那你寫壞回圈 就會造成你城市 相對是比較複雜 為什麼 因為本來一行去除完畢了 現在要寫三行 尤其要多兩個東西 這個東西有沒有 跟這個東西 初始值跟步進值 如果你沒有加這兩個東西的話 那你這個回圈就跑不動了 要不然就是會無窮回圈啦 OK 應該可以懂那個邏輯吧 好 所以你有時候就評估一下 這個比較適用for回圈 你用for回圈來寫 那我自己個人是比較常用for回圈比較多 那待會我會舉 比如說像猜數字遊戲這個 他基本上我不確定說 他會猜幾次才會猜中 那當然 但相對用for回圈會是比較恰當的 那一樣 這個fori有沒有 這個一樣 1你可以在上面把i的初始先放上去 2的話把for回圈注解掉 然後底下寫一個快回圈 然後底下寫一個快回圈 寫在跟for回圈同一階喔 i當什麼時候會進到回圈 當i是小於10的情況下 然後記得再把i加1 那應該寫在哪裡 我是比較建議 你剛才寫在他快回圈裡面的最下面一行 反正你不知道寫哪裡你就寫在這裡好了 i等於i加1 那他的回圈一定是縮排裡面 只要是縮排的最下面一行 這樣的話就完成 所以這樣改完之後執行 看到的結果應該也會是一模一樣 沒什麼問題 OK 那只是說會特別這樣子跟各位講 主要是說比較一下兩者之間的差別 那最好是該什麼情況用哪一種回圈 你要懂得去做選擇 OK 那比如說我們待會有一個題目 所以請各位可以看一下那個 那個第20頁的地方往下捲動 比如說我希望用那個python 寫一個猜數字遊戲 那假如這個邏輯很簡單 就是說第一個執行的時候 電腦會亂數 在1到20之間 隨機的抓一個號碼 讓你猜猜看 OK 那猜的過程當中他會提示 比如說你猜的數字 他會告訴你說你猜的數字是比 那個你要猜那個數字 比他大還是比他小 那你就是知道這個規則的話 那你就可以越來越接近 越來越接近 那我demo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那這個是寫好的 其實程式不多啦 總共就這麼多行 那裡面有一些 你們應該可以看得懂的啦 就是像邏輯判斷 還有壞回圈 那可能比較看不懂就是這個random random的話其實就是跑亂數嘛 有沒有 因為我要亂數跑 所以前兩行就是跑亂數啦 import一個random 然後在1到20之間幫我抓一個號碼 然後給我一個數字 ok 那底下的話就讓他猜 猜到對為止啦 ok 這個其實 你也可以把它當範本啦 那我來看一下 其實程式總共11行而已啦 執行 你會發現喔 請在1到20之間猜個數字 那我隨便猜啦 當然理論上比較聰明的猜法 應該是從中間開始猜吧 10 然後太低了高一點 所以刪去法1到10就沒有了 11 所以 可能的範圍就是11到20 那這樣我要猜中間嘛 AQ我猜多少 猜15或16 16好了 Enter 太低了 所以喔 又刪去了 所以理論上目前 可能的範圍那就剩下17到20 17 18 19 20 所以呢 這個地方的話呢 可能喔 那猜中間一點 18 ok Enter 太高了 所以答案應該負之欲出了吧 應該多少 17吧 有沒有 18太高嘛 那應該在低 要不就剩17 所以Enter的話 理論上應該就猜中了 如果Enter的時候 他還跟你講說太高 那顯然這個程式有bug ok那就不對了 理論上應該是猜中了 恭喜你猜中了 有沒有 恭喜猜對了 那猜對的話呢 程式就離開了 就這樣而已 我應該可以懂這個邏輯吧 其實這個是一個很簡單的一個猜數字遊戲 程式只有11行 其實就是 我問這些程式 那以後的話 像這樣的架構的程式需求很多啦 比如說他要做一個測驗啊 或者做什麼 其實都可以用類似的概念 把它稍微改寫一下 那怎麼做 也許請各位先把剛剛的那個九成法修改 那待會 我是把這個程式放在雲端白板的第20頁 程式就這麼多 待會我再來講 怎麼樣去寫這樣的一個程式 基本上有固定的那個 固定的這個順序 你只要這個順序寫對了 那程式就寫出來 而且可以 套在很多地方上面 只要是玩遊戲 像這個遊戲你也可以再 複雜一點啦 像1到20啊 你可以1到100 有沒有 1到1000也可以啦 或甚至你可以改什麼 什麼1A2B那種的程式啊 1A2B有沒有 我們不是寫 猜猜看 然後四個數字都可以啦 那只要你有類似的邏輯 你就可以用同樣的方式 把這個程式寫出來 所以猜數是因為它沒有固定範圍 所以這個地方呢 寫成 快回軒 會相對的 比較恰當 OK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 待會我們再來看 這個程式 該怎麼寫 會比較簡單